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土豪朋友们你们的福利来了 卡燕又出新款车型了 从去年8月底在国外亮相 一直到现在正是在国内首秀 让中国的大金主们等的花都谢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新车 第三代卡燕 在外观方面 整体的风格设计没有发生变化 毕竟之前的卡燕版本 都是符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这次全新的卡燕新款 只是做了些微调 车身长度增加了63毫米 轴距没有发生变化 车高低了9毫米 而且在进气口做了不少的改变 目的是增加涡轮发泡机的冷却性能 同时在尾灯方面 做了增强视觉的感官 重新做了设计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配置了专属的 自适应车顶扰流版 看上去科技感更强更炫酷 有助于提升稳速 在内饰方面减少了传统的按键和仪表设备 轻量化 智能化是新卡燕的主题 比较符合潮流互联网家的热潮 很值得携带 在动力系统上有三种配置 从搭配的全新8速TipTronic S变速箱来看 3.9秒就可以加速到每小时100千米 这速度不亚于911 还有一些响底盘 方向盘方面的微调 都是可以让驾驶者更加舒适 更加的符合他的全新卡燕的身份 因为独特 所以会坚持出好车 这就是保时捷卡燕的个性 新车的订单都排到了年后 土豪多得很呀